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港整体楼价暗月持平 有分析认为 楼价反弹周期已经完结 最快本季开始回落 本港楼价继续处于约两年高位 猜想物业估价署公布 6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94.5 与5月相同 与去年同期比较就升2% 头6个月累计 楼价升近4% 按面积分类 大约430平方尺以下的小单位结束5个月升市 面积最大的豪宅楼价更按月回落超过1% 其余单位面积的楼价就进一步上升 有地产分析员估计 楼价最快这季会回落 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美元会开始反弹 可能也都是升得可能不是那么差的 这个对香港楼价通常是比较一个负面的因素 通胀潮可能会导致实质收入会下跌 实质收入下跌那时候就算楼价都升的话 它都会跑出通胀 现在接近一个转角位 讲都不好听 可能今次反弹完第三季可能会跌下去 主管港澳事务的内地官员 今年先后曾提及要解决香港房屋问题 有测量师认为中长县住宅供应失衡 需要未来几届政府持续解决 我不相信单单只是靠 例如一两个施政报告里面的内容 或者是政策就可以改变到整个生态 或者是整个我们叫土地和房屋供应的结构 例如公下活化 东大嶼 或者是讲人工道一类的 其实全部都不是短期会发生 好靠政策持续性和执行力度 至于租金指数年双四个月 六月最新报177.9 见七个月新高 按年纪仍然要跌约1% 无线电视记者 李千云报道 两名中学生被控前年在马鞍山的学校管有爆炸品TATP案 法官指示控辩双方提交补充资料 押后至9月裁决 案发时18岁的被告李文光到区域法院应讯 案情指他前年11月在马鞍山的中学管有两包锡纸 内有粉末爆炸品TATP 以及管有一发空包弹 被控两项管有爆炸品和一项无牌管有弹药罪 而针对其无牌管有弹药罪 辩方已用作私人装饰做抗辩理由 认为可破豁免 区域法院法官郭启安提出极端例子 指一个人将子弹放入透明玻璃箱 摆出来说是装饰 即使具有高度爆炸性 是否无需领牌 而法例也列明如果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宣布某东西为弹药则不能豁免 目前包括了哪些 法官指示控方查询律政司和警方 了解火器及弹药条例 立法历史意图提交补充陈词和资料 令法庭知道法例为何有例外情况 辩方也需做出书面回应 另一被告案发时17岁的赵旭 被控一项管有爆炸品罪 两人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 法官将裁决日期押后到9月14日 对未能提早通知控辩双方表示歉意 只有很多案件要处理 在仔细做裁决时才发现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陈寅言报道 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岛屿 举行渡海夺岛登陆演练 参与演练的是解放军第七十三级团军 一支两栖重型合成装甲部队 地主东部战驱逐军 被视为针对台湾的一线部队 无人机率先出动 侦查敌方情况后出动作战部队 由上级支援火力 对敌方目标进行覆盖打击 攻击部队掩盖工兵 利用爆破扫除水路障碍 迄今用模拟由两栖装甲车进水 经修理后继续任务 央视在报道中没有提及演习的时间 以及具体的地点 春超过四十度的气温下 部队快速夺战演练目标 119高地完成任务 检验了两栖合成部队 渡海登陆作战能力 我们有很多同志 在我们的训练场上晕倒过 我们有很多同志 身上的皮掉了一层又一层 但是我看我们全体官兵 没有一个人叫呼叫泪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单兵就是为了打仗 我们的使命和任务 就是要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电脏之位 尊杀尊杂尊 够活力量 无线电视记者 吕仙颖报道 来看看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 见中有晝雨及狂风雷暴 明天气温介乎 27至31度 吹和缓的西南风 雷暗风事件中清静 四眼中的气温是32度 相对湿度77% 雷暴警告线能生效 空气制度减高风险 一般监测站始终是甚高 路边监测站始终 自外限指数是1 强度数低 新闻报道完再会